马来西亚自然资源丰富 是全球第二大的棕油出口国 由于来自印度和中国的需求上扬 马来西亚棕油理事会的数据显示 去年马国的全年出口量 超过了1800万公吨 比起前一年增加了12% 不过过去几年来 棕油的生产过程也是备受争议 环保分子批评农民 在种植的过程当中 大肆地砍伐森林 剥夺野生动物栖息地 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去年年底 印度尼西亚烧巴导致区域淹埋 更是把油棕业推上了风口浪尽 今天的拙眼天下 我们就向农民了解他们的心声 晨曦微露 四周一片静谧 柔佛州北部小镇比格 一望无际的油棕园 在云雾环绕的衬托下宛若仙境 53岁的陈芝 每个星期都会到自己的油棕园来视察 这片四公顷的油棕园 对于油棕种植业者来说不算大 但却是陈芝十年来的心血 以前这段地是塑胶园改成油棕园 因为油棕会比较方便 工作量少 理论不错 油棕是常年结果的作物 种植三年后就会开始结果 比其他需要细心呵护的果树来得更容易种植 经济价值也高 一些小园主就把原本的菜园和橡胶园 改成油棕园 由收果商承担大部分的工作 包括施肥和收割 这种橙红色的果实就是油棕 能用来提炼出万用的棕油 棕油是用途最广泛的植物油 除了作为食用油 也会添加在肥皂 唇膏 冰淇淋等产品 马来西亚的棕油产业发展蓬勃 全球产量仅次于印度尼西亚 两国的棕油产量占全球85% 在马国 像陈芝这样的小园主就有50多万人 工业的棕油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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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工业的棕油产业 尤其是地区域的棕油产业 工业的棕油产业 和工业的棕油产业 从1980年 我们有2.89厘的棕油产业 从这种工业的棕油产业 2018年 RM是67.49厘的棕油产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工业的棕油产业 从小的棕油产业 到这种量 然而棕油另一个 最受争议的身份 就是生物燃油 作为全球第三大 棕油消费市场的欧盟 最近指油棕的种植方式 不环保 大量砍伐森林 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 因此宣布 将在2030年 完全停止使用棕油 作为生物燃油 小而是他们说 不环保 外国少买 我们的果销量不好 这个价钱就比较低了 这样我们的收入就低了 我们不否认 我们真的是在开发油棕巴的时候 在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时候 真的是有一些已经进入 这个侵占到原始森林的地 但是也有很多 本来就是农业地来的 我们马来西亚 百分之七十四的农业地 是哪来种油棕的 郭肃庆强调 马来西亚政府规定 全国的油棕源面积 只能维持在六百五十万公顷 不能继续扩大 杜绝乱发森林的可能 棕油产业 占了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 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之间 养活了大量家庭 为了消除外界 对棕油的富裕印象 推动棕油业者的永续经营 马来西亚在2000年成立了棕油局 并在去年强制实施认证制度 确保业者在扩展生意的同时 也照顾到环境和员工的福利 目前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业主 取得认证 为了推展棕油业的发展 改善外界对这个行业的既定印象 马来西亚政府向业者征收出口税 来植树造林 并加强推广棕油的健康益处 同时开拓非洲和俄罗斯等市场 当局也在20年前成立棕油局 效仿国际组织 推出当地版本的永续棕油认证 很简单 比如说要照顾野生动物 照顾环境 然后要善待工人 然后要透明 现在是这个准生不能够一下子提到太高的 因为我们要全国 尤其是小园主全部能够进来 得到那个认证 你不计算MSP要认证 我们取下你的来生 你不能够卖油 你卖油是非法 郭素沁说 目前国内已经有六成原主 获得永续棕油的认证 至于国际认证方面 因为费用和门槛太高 只有两成的原主获得 我们的产品很大部分 都是运气给欧洲跟美国 很多是给跨国公司用 所以他们很注重于永续性跟环保 当然因为这个方向 跟市场的需求有配合的 然后又当然对于整个 现在国际社会 包括政府 马来西亚政府 对永续性的认可 都是互惠互利的作用 为了满足市场 对永续经营的需求 集团建设科研中心 培育最合适的油棕品种 在收割果实时 也更注重员工的安全和福利 从上游的种植 到下游的化工生产 确保各方面都符合环保理念 减少肥料的排除 跟减少用这个宝贵的资源 比如说水跟电 所以我们有开始用这个 氛围也是拿来可以生产电 这个氛围里面 如果你去烧的话 它可以产生电源 那个我们也是用在 我们的工厂里面 水我们做工厂的蒸汽 这些我们都有很详细地去控制它 我们有去测量 我们每次用多少水 用多少电 然后会排出多少的 这个问世的气体 然后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目标 怎么样逐步地减少 他们的用力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道 同其他植物油相比 生产棕油所需要的土地最小 再加上棕油业是许多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经济支柱 基金会认为 完全禁止棕油并不实际 只要采取可永续经营的方式 棕油和环境其实并不冲突 主演设�ICK 实际他们所推锁 Foldil 成绳在抗油 增加新vanorecki 而在同时增加属性的旅行和建设训统的旅行